新任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太太許報明 被揭發他有份的警戒發展有限公司 持有兩個違規改建成劏房的舊樓單位 陳茂波在星期三晚透過政府新聞處發布聲明 承認擁有劏房單位的警戒發展有限公司 成立於1994年 屬於他太太許報明 和他的家族成員和朋友所擁有 他又承認在公司成立初期曾出任公司董事 但在1997年10月已經辭任 他表示已經向太太了解情況 相信太太會妥善處理事件 他又指屋與處會依法辦事 絕對不會因為業主的身份 作出任何特別的安排 而陳茂波太太許報明稍後也發表聲明 強調自己只是公司的小股東 做務事而由另一間家族股東打理 他已經在上個月辭任公司董事一職 他又表示知道單位租約定名不得擅自分租 為了解除公眾的疑慮 他已經要求公司收回有關單位 並妥善處理可能違規的情況 兩個違規單位位於佐敦上海街 和大角咀海興大廈 分別在1994年和1995年 由景節發展有限公司 以大約83萬和61萬救入 屋瑜處星期三下午派完巡查 並在大閘外兩度和拍照 又留下字條 要求住客和屋瑜處聯絡 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